各位朋友你們好 這段影片又回應朋友的留言 有位朋友的留言都頗深奧 因為全世界都未解決到 他的留言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老人家 怎樣才有貢獻和有他本身的價值 這個根本上是全世界都未解決得到的問題 小弟就斗膽在這裏分析一下 其實怎樣做一個老人家呢 我也在學習著 在我的人生裏 在我四十多歲的時候 我就領略到一件事 我也想到自己會不會老 或者那些事情 年輕的時候都不會想自己老 大家年輕過都知道 我就領略到有兩三樣很重要的事情 怎樣去面對老的這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時間 當然做生意的朋友都知道 管理自己的時間是最重要的事情 人生的時間最重要 做生意的朋友就去拼搏 但是在年輕的時候 如果你不管理好自己的時間 根本上如果一個人可以老的時候 他的老年都不會好得去哪裏 我的經驗就是 怎樣去令自己的時間 在老的時候有價值呢 首先我們宏觀我們年輕的時候 包括現在的年輕人 其實他們沒有想到老 他們就揮霍了很多時間去享受 當然受到很多文化的影響 他們想著年輕享受了 老來未必有這個體界享受 又或者未必有一老 以後都未必有一個享受 所以就先享受了 這件事所有年輕的人都會做的 其實 但是我宏觀現在 年輕的一代就比較著重 在享受的時間是多了很多 令到他們就遁入了一個 叫做很平庸的世界 因為他們現在用互聯網去社交 然後在那裏拿到人際 然後年輕的時候 通常都會多些現實的人際關係 又會出現 這是兩個人際的關係 他們用這種模式去做 但是用的時間實在太多 你知道年輕人享受的時候 通常什麼都要試 現在的人的確是時間多了 譬如一天他們出來做事 然後好像歐洲式一樣 做完事就去FIVA 以前的年代FIVA 一個星期就兩三天 現在我也看到有些年輕人去到五六天 只有一天陪在家人 又或者自己在那裏睡覺 那為什麼要管理這個時間呢 首先我們要在年輕的時候 如果要老 那時候有價值 首先要在年輕的時候 其實所謂的年輕就是 我認為最遲 最遲 是35歲最遲 就一定要起步 那 在年輕的時候 然後把玩樂的時間 先不要太多 首先就是去學習 學習一些自己有興趣的知識 有很多人打工 他未必是有足夠的時間 去學習自己喜歡的東西 通常你知道 經常出去吹水 那樣東西 怎麼會有時間呢 好了 當你學習了 不用太多 我的見解就是 兩三樣就夠了 如果不行 就是一兩樣 但是要學習這個興趣形式的東西 就要學習到很巔峰 就是小弟以外 要很巔峰 譬如我幻想 我有一個職業都是拍攝 幻想這件事 有很多人都是偷雞的 你知道 現今的科技 其實按過掣 接著Fotoshop Galier 接著甚至現在的AI 但是這件事 是不是巔峰呢 因人而異 因人而異 因為每樣東西都有巔峰 我幻想 就是玩到最真實 最瘋的東西 譬如接下來的影片 會講一下我拍攝的Slide 那樣東西 譬如正片 那樣東西 都用到最巔峰的菲林去做 那樣東西 這些就是一個興趣形式的巔峰 譬如另外一個 我的興趣就是 那些模型手掌 亦都是去到最巔峰 就是之後 大家都會看到這些片 所以人生裏面 你怎樣都要有一兩樣 興趣的東西 是磨練到最巔峰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當 我現在五十二歲 我四十五歲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 根本上的體能 是大不如前的 就是和你三十五歲的時候 那個體能是相差太遠 那現在五十二歲 還相差太遠 剛剛昨天 走了去走一個 比較遠的山 現在這個 左的膝頭哥 就有些腫了 當然都是用得太多 年青的時候 那麼 高麥論點 那你 如果有一兩樣 是獨當一面的興趣的話 其實當一個人現在老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一份的經驗 帶給有興趣的人 或者是後輩 又或者是更加小的 譬如十幾十歲 他剛剛上開發去追尋這些東西的時候 而這些東西 他有興趣 那你就可以傳授給他 這個就是 我當時啟發到 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興趣的終極點 但這件事不要太遲去領略 我也算是遲的 我去到四十幾歲 我才知道 如果我有得老的時候 什麼是有價值 那我就苦心去再鑽研 就是之前 其實是二十幾到四十歲的時候 其實都磨練得很厲害 但當我去到四十幾歲的時候 體驗到的時候 就將它更加磨練得很精準一點 因為怕老的時候 那些手距是含血條 就磨練不到出來 所以這件事是要趁年輕一點去做 如果領略得遲的朋友 譬如去到五十幾歲才領略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遲的 因為我現在都五十幾歲 強一強調就是 我現在不是二十幾歲 就是 體能已經大不如前的時候 你如果還要為了生活去拼搏 因為很多人都未夠錢退休 包括我再來 你根本上是未可以做到 無因無類地去退休 很多人都有這個同感 你還要去工作 然後體能下降了 又何來再磨練 如果想磨練的話 更加辛苦 這個價值就是 除了手藝方面之外 就是知識方面 因為有些朋友 手藝是未必可以的 因為這個有時 都是有少少天生的情況 因為有些人 去到五十幾歲 六十歲的時候 其實手距就已經震了 如果手藝未必可以的時候 譬如你領略得有詞的話 其實還有一些是文獻上面的東西 文學上面的東西 譬如你年輕很喜歡看畫 現在萬一國下還要去工作 其實這些文獻上面的東西 就很適合 報劇的東西放在下面 放一些 不要那麼重 但是文獻上面的 你可以看 當然我記憶就會比以前差 但是問題 你如果在文獻上面 叫做爬紋著志 你看到很多次 你總會去到巔峰 譬如你喜歡看畫 你喜歡看繁高的畫 不加索的話 甚至乎以前達文西的畫 之類很多 就是N年前的古畫都可以 甚至乎敦煌那些都可以 其實什麼都可以 你只要現在透過互聯網 現在很方便 你在上面 將那些畫的東西 你爬紋著志得深一點 然後再用你人生的經驗 去慢慢分析它 一年不行兩年 兩年不行三年 總會可以 如果肯做總會可以 是慢一點的 這個 當你爬 有時間爬的時候 其實就是彌補很多 或者現時的年輕人 用了時間 不去爬紋著志 反而是去研究科技那邊 你便可以填補給年輕人 即是跟他有個交流互動 甚至乎 如果你是對那些 AI 或者數字上的東西 你都是喜歡的 你都可以爬紋著志那邊 一樣可以跟年輕人有個互動 這些就是一個價值的東西 好 如果都不行 第三樣的價值就是 處理好家 讓年輕人 或者後輩 即是子女 第一 你的身體 要先保持健康 要先做運動 不要那麼多病痛 不要拖累後輩 其實這個已經在家庭裏 佔了一個價值 第二樣東西 因為你的體能下降左右 可能 已經是對外方面的能力已經差了 照顧家庭 譬如很簡單 好像我媽媽未出事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只要打掃家庭 就已經可以了 小小的動作 只要打掃家庭 有時間不間中 煮一盒飯 給後輩吃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價值 總之就是不要拖 盡量不要拖累後一輩 侵聚到後一輩 甚至乎 有些上了年紀的朋友 都會固執 會發很多言論 勞騷去騎制下一代 總是覺得 不知為何下一代做得不好 這件事就 戒掉它 這就是 在家庭裏面的一個價值 其實這件事不難做到 個人放鬆些 對外界更多 以上三件事是連帶關係 有一個興趣 然後加一個 你的文藝修養 然後加一個 家庭的修養 文藝修養 其實我又參與一點說 文藝修養的東西 如果不喜歡文藝 就武術 可以 譬如 以前 可能是 有練一下劍擊 練一下功夫 譬如太極 其實你都可以 將這件事 因為你有時間 你可以將它 再醇化些 再提高些 你一樣可以跟年輕人交流 以上三件事 就是 一個準備到老 或者已經到老的價值觀 還有第四件事 第四件事 就是 萬一 已經有病在身上 真的要拖累 那些 年輕人 這樣的時候 沒有辦法 但是 很多 我看到 我現在媽媽住在院 裡面 有些 我叫阿姨 年輕人叫公公婆婆 這些阿姨 阿哥 他經常有一種執念 因為 第一 他未必適應到新的地方 第二 他有一個執念 就是 很多時候掛著家 第三 執念 就是 他不滿意自己 就變成 經常很生氣 很生氣 萬一到這樣的地步 身體已經有病了 萬一到這樣的地步 其實 我們 如果做老人家的話 一定要 譬如六十歲 要警惕自己 其實五十多歲 都要警惕自己 就是 千萬不要這麼分制著族 不要給自己 這麼多的壓抑 然後 令到年輕人 因為他要照顧你 都很辛苦 令到年輕人生厭 這件事是設計要解釋的 為什麼呢 如果 譬如有些 不是這麼幸運 五十多歲 六十多歲 已經是有重病 其實這是沒有辦法的 其實你想想 你以前做過什麼 大部分都是缺少運動 有時候 天生的就不能說 但如果不是天生的話 如果後天造成的話 通常都是年輕的時候 有些壞習慣 不是那麼檢點 又少做運動 五臟六腑 不是那麼健康 這樣就會導致到 這個情況出現 這個情況出現 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上年紀 我們要默默去承受 你過往所做的事情 這件事就是一個 內在的修養 這個內在的修養 縱使 已經不能夠有什麼貢獻出來 但是 我們有個內在修養的時候 那些年輕人照顧我們的時候 起碼他的心舒服 你的身體出了事 就沒有辦法 那些年輕人照顧你的時候 起碼都不用受你氣 隔離朋友 或者跟你有多少溝通 都不用受你氣 因為有時有一個老人家 腦子又退化 身體又不好 他有時候的確是很容易發脾氣 這是人之常情 但是 我們如果做老人家的話 就設計 一定要 纵使我們身體有病 我們都要時刻提醒自己 不要去 使得照顧我們的人 有一個叫做心理負擔 因為這個心理負擔是沒有必要的 是自己做出來的 這是第四樣 好了 小弟先講解價值 就是這四樣東西 如果各位朋友肯去思考一下 無論你是年長也好 或者步入已經是青年時間 40歲左右 其實都要時刻警惕著自己 好了 講講貢獻 價值就在了 貢獻是什麼呢 其實以上四點都是一種貢獻 我加上去就是 在澳洲 經常都說 澳洲有位過百歲的老人家 有時是日本過百歲的老人家 之類的新聞 不時都有播 他做什麼呢 做義工 只要老的時候 不是躺在床上 不是全個人癱瘓了的時候 其實都還可以回饋社會 這些就是貢獻 例如有時去做義工 例如剛剛澳洲那位婆婆 真的叫她 因為她已經是一百零一歲 過了一百零一歲 過了一百歲 她仍然都是在教會那裡做那些 飯盒 包裝 有時可能他們派飯 有時是露宿者 有時是給信徒 總之是做義工 能夠做到一件事就做 不好過你那件事 多還是少 因為有時上了年紀的人 他很有執念 我年輕的時候很威風 我為何要做這些 其實這種觀念是絕對錯誤的 在小弟的認知裏 我在四十多歲已經領略到 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其實 當你退休的時候 即是六十歲左右 為何要訂立一個社會的退休機制 其實當時應該都是 體能下降得很厲害 很難和年輕人再去 如何競爭那樣的事 當然現在社會現代化了 可以做事做到七十多歲 都還在做 這些事 但當你到了一定的年紀的時候 其實是應該 應該把以前的東西放下 你可以說給後輩 你以前的經驗是怎樣 但以前的你 基本上是過去了 如果真的到了退休年齡 其實以前的東西可以放下就放下 應該要面對你第二個人生的來臨 那個人生是什麼 就是不再去計較社會上任何事情 你可以用你的餘生去做你以前做的事 如果萬一真的做不到的時候 其實觀念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很簡單的事 比如手著仔的事 甚至乎你可以去一些分享會 自己的感受 很多的這些都是義工 社福團體很多時候會舉辦這些事 什麼國家都有 甚至乎現在國內也是有這些事 例如廣州有一個叫做離婚會 離婚會是什麼 有些是不幸喪偶 因為意外而喪偶 他很孤單 他就去社區 去跟人分享突然間喪偶是怎樣 突然間喪偶是不只是年輕的時候 突然間喪偶 有些是真的到退休的年紀 都突然間喪偶 有些是可能中風走了 心臟病走了 又或者是交通意外走了 很多事情 這個都是一個很有貢獻的事 除了用手用腳去做義工之外 你的口也可以是一個貢獻 當然如果閣下有一些宗教上的修養更好 你可以傳一下道 可以跟別人說一下 如何生活好些 現在這些習慣會怎樣去改 亦都可以教化到其他人 令到他更好 以上就是我分析 給這位觀眾朋友的意見 或者其他朋友看到的時候 如果覺得適合的 都隨便分享這段影片 因為小弟現在不是二歲 不是太老 不過都有一定的人生的經歷 希望可以舒緩到 有些朋友的想法 或者你正正就是 籌疇在這個情況裡 希望可以舒緩到各下 我們下一段影片 下一段影片我也是用可白的樣子 因為我都希望他們會好些 我這段影片也是用她的樣子 也是想告訴她 歡迎大家追回上面幾段影片 即是關乎可白的事件 我們下段影片見 Thank you 大家 Bye Bye